欢迎收看前进行台湾 今天还是由贵雅来代班 我们来看一连串的假新闻 已经是国安危机了 从之前的关西机场淹水 那中国派车来接人 网路的责难声浪 已经逼得这一个大阪办事处的处长 一条人命想不开 还可以继续有人就恶搞了 驻日代表谢长廷 批图散布很多的不实谣言 现在看这个假新闻 到底要不要管一管 好 其实NCC就开了第一枪 说最终可以罚到200万元 还包括内政部 他们也考虑要修国安法 来遏止有人造谣 这样能够有效的遏止吗 又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 这是关西机场滞留事件 外交部就曾经有人放话说 大阪办事处所有人员 今年你的考机一律呢 大家通通都打平等 会影响到升迁 而且还说未来不能够在外派 这是谁在放话 刻意要继续的带风向吗 其实还有一个人 他有点无辜 这是管碧玲一躺一躺着也中枪 假新闻杀不了谢长廷 难道现在就要来杀我吗 好因为管碧玲她的女婿 是驻泰代表同政员的基要 而女儿已经怀孕了她要飞泰国 但是呢是被不时爆料说 怎么会有施压仓等 说这个飞机的仓等要升等的情形 结果怎么样 机票都是自费的 也不是花公家的钱 那么这样的新闻也是真真假假 这是央视他们率先用专题报导 说有很多的台谍案 引发中国各地的媒体 大家陆陆续续也都跟进了 但你知道吗 这是马政府时期的旧案 现在呢再度的包装成 蔡政府时期的一个新案 可以说是冷饭热潮 那么在这样的时机点 它的用意是什么 稍后我们要来分析 另外来看到的是台北市的选战部分 柯文哲丁手中姚文志 现在最新的态势 透过民调来看 这是苹果最新的民调 那我们看到的是 柯文哲他是34.9 丁手中30.8 柯文哲垫底是10.4 但是进一步要来看的是 柯粉他们的流向如何 其实呢可以看到 解读这个数字 柯粉好像变新了 居然有三乘二呢 是各自回归蓝绿 还有包括姚文志 他为什么垫底 其实呢这个绿营基本盘 为什么没有办法呈现 梁文杰议员呢 他就分析说 很有可能是因为民进党的选民 在台北市是属于一个 比较隐性的 有一些人接到电话 他们会隐藏起来 不会表达他们的政治态度 所以才有可能会被低估 是不是这样呢 另外我们要把焦点来看到的是 在宜兰的部分 国民党派出女将林兹庙 但之前你记得吗 他被爆料说 根本就不要看公文 公文颠倒了 他还继续在这边书写 这已经重伤到了他的形象 而这一回呢 又是一个很诡异的 在这个三星乡的座谈会 林兹庙做什么 他不断的重复说 我们的奇异果 我们的纽西兰 三星乡到底什么时候 有种奇异果 农民其实呢 他们也是听得一头雾水 大家不知道说 难道现在你要鼓励 我们要种奇异果吗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呢 就是要到底林兹庙 他选县长的这个态度 角度 有没有可能因为他的口才会影响到选情 好 我们首先先来介绍今天的与会来宾 我们要欢迎的是 国会观察基金会董事长姚立民姚老师 大家午安 欢迎民党立委王定宇 大家好 欢迎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大家好 欢迎国民党文权会副主委郑世伟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刘玉慧 我也要好 大家午安 好 我们来看 其实从来都不知道说 长辈图居然变成一个假新闻的温床 尤其是呢 现在很多的line啊 或是脸书非常发达的时代 最近这个假新闻已经泛滥到 变成社会对立冲突不断 而现在内政部还有NCC他们都插手 不仅呢 最高的罚款要罚到200万元 内政部也严谨说要修国安法 来进行反制 一起来看 line line 手机讯息响不停 打开来看 里头是一则又一则最新消息 不过再点开来看 吃啥都很有效 蔬菜水果可以抗癌 但是专家说 很多都是假新闻假消息 看到人会转发吗 还是 不会了不会了 我连看都不看 每天收到超过不下百通 类似的讯息图片或是连结 长辈手机成了假新闻最大的温床之一 就连大阪处长书起程之时 都有人制作图片刻意操作 现在内政部严密修国安法制约假新闻 假新闻要动用修改国安法 第一个不合适 第二个也没有必要 第三个执行上有问题 另外质疑修国安法动辄得救 NCC则寄出最高200万罚者 未经查证转发 制作散播都可能成为帮凶 他对于所有的消息来源 尤其是网路的 他还是要善尽到 查证的道德跟义务 才不会变成假新闻的防凶 假新闻防不胜防 追查上游 中国官媒内容容唱是最重要来源 再透过手机转发 以而传而 日前有男子散布原名淹水 还半流水席 经查证根本是中国画面 被以违反社委法送办 还有捏造蔡总统在中叶池 吐口水等等都是恶劣的做法 政府祭出重罚约束 仍得靠民众自律少转贴 避免散布不实消息 三雄许志雄 陈豪 台北朝道 好 现在来看 假新闻到底有多么的泛滥 没想到居然成为 中国攻击台湾的一个武器 外交官知识 其实唤醒了大家 很多的相关的意识 但是我们看 现在包括NCC打假都要动起来 他们说最重罚200万 大家会想说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我们要一连串来看 这个关西机场的淹水事件 可以看出假新闻泛滥的程度 而且它是一波接着一波 我们来看到 最早就是在9月6号的时候 那么早上7点钟就有一个网友 他就po文说 你看中国就派大巴 载走了受困的中国人 但是新闻的真相是什么 是有接走中国人 但是并不是中国派的大巴 而是原本机场里面 他们就是管制 所以这个大巴也是机场的 被揪出来说 它的来源就是来自北京 那么其实也是因为这样不可承受之重 很多的责难就灌入排山倒海 都在骂这个驻大阪的办事处 导致这个处长苏启成 他自己就想不开 有亲身的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没想到 在这个事情已经一条人命之后 居然在两天后还有这样的情况 有网友就揪出来说 谢长廷怎么会有这个 这样的一个奇怪的发言 但是被发现说 对 这又是一个假新闻 那么接着呢 这个原本的源头的这位网友 他在PTT上面 这个绰号有一个叫青山的这个人 他要继续发文 他就说他还遇过台碟 那感觉他好像继续 还要在操作的这个味道 那接着又有谁倒霉了 是在9月17号 在昨天的时候 那么管碧玲委员 他的女儿是这个 女婿啦 是筑态代表的基要 那于是呢 现在女儿好像也被 扫到这个台风尾 他搭飞机的时候 就有说什么 施压仓等的情形 管碧玲非常生气 他说假新闻 你杀不掉谢长廷 难道你现在的风向转弯 你还要继续来杀我吗 那么其实在这个 昨天晚上还有另外一个事情 是有名嘴爆料说 这个大阪办事处 有人放话说 你看啊 今年表现这么差 所有的烤鸡全部都会打平等 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 其实外交部也是否认了 这整个一连串看下来 现在我们就说 防堵假新闻的NCC 于是他们要 罚这么这么多的钱 杨老师你怎么看 一连串的这个假新闻 其实真的造成 明星有这种动摇的情况 当然 谎言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 这是所有学习言论自由的人 大概都一开始就了解的 所以为什么刑法有毁谤罪 对于明知道不实而散布于众 这样子的行为会加以处罚 只是因为毁谤罪是针对特定人 具体的特定人 所以他无法针对散布谣言 针对公共事务 针对政府的谣言 做出处罪 所以针对政府或者公共事务 做出谣言 造成社会安宁的混乱 它当然现行 还是有法律可做的 譬如像社会秩序维护法 第六三条所讲的 造成社会不宁的散布谣言 或者刑法305条的 恐吓造成社会危害的 这些都是有可能 可是都不足以解决全部的问题 是因为就像NCC说 提高罚则200万 我只要光讲一点 就知道这个是无法落实 是因为它如果散布谣言的 主体是在国外 是敌国政府 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是 为止在北京 你无法可以在处罚 或者可以刑则 所以它的重点 已经不是处罚的问题 重点是如何的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去澄清谣言 让社会不安的状况 能够停止 换句话说 我们国家必须要有 行政机关 来做这样子的事情 也就是针对国内外 所散布不实的谣言 因为各位也知道 曾经有新闻媒体 因为转载了其他的 人家脸书上的新闻 比如说2013 2014 我记得有个案子 是菲律宾打死我们的渔民 然后脸书上就有人说 他看到有商家卖便当 不卖给菲律宾的人 媒体就转述这个新闻 就扩散很快 这个案子可是不是实实 并非事实 那个媒体后来还是受到处罚了 那个媒体记者 受到处罚了 所以 换句话说 在国内 你也许可以用处罚来达到一定 嚇阻的效果 可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外的 是有益的 尤其是敌国 中国所传来的不实的消息 它主要目的是要破坏 政府的威信 就像这一次 说中国有救人 台湾没有救人 它就是要凸显中国好棒棒 台湾政府很烂 这样子的政治效应 可是它是假 当它是假的时候 我们有关单位 必须要有及时澄清的管道 就像现在又有人说 这个外交部要准备 把大阪办事处 所有的职员都打平等 这个时候 这不是外交部一个声明而已 而是要有非常明确的 这个方式来寻找到 这个消息的来源为谁 要找到消息的来源 而这个并不是 如果是这个消息来源被转述 那个当然也可以 针对转述来加以处理 尤其针对外国的消息来源 必须要第一时间公布出来 所以我为什么一再地强调 我国的官方单位 包括国防部成立的资安角组 资安部队 或者国安单位里面 另立一个资安单位 专门来处理谣言的问题 因为谣言的问题 未来可以提高到非常高的层次 它可以放国家军队的假消息 它可以放政府的假消息 它可以放选举的假消息 那会影响非常重大 它会在第一时间 如果你没有反应 它在选举前一天 透过真真假假的事情 就散播在网络上 那个对于选举结果 会有很重大的影响 刚刚要的时候 特别提前讲到说 有一个这个外交部 打饼的这个相关的事情 我们就来看 其实是因为驻大阪班师处 这处长苏启成 他就是因为不敌 有舆论压力轻生 那么现在是有资深媒体人 康仁俊 他是在节目上 他就爆料说 就在这个事件之后 外交部有人放话说 大阪班师处所有人 他们今年的考基 都一律会打饼等 而且未来恐怕 也不能够再外派了 这消息到底是真是假 外交部其实他就做出澄清 这个放话不是事实 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罪行还原 谁是压垮外交官的 最后一根稻草 有名嘴爆料 外交部内部恐怕也有责任 我外交部里面 你知道有人就开始放话 说这一批在大阪班师处的 今年考基就是饼等 民罪指出 外交人员考基被打饼等 一位之后恐怕无法在外派 大阪班师处包含苏启成 有六位外交官员 一位经济部秘书 一位教育部秘书 一位移民署秘书 一位乔务秘书 一位法务秘书 以及十七位当地雇员 但十一位公务员 全部吃饼有可能吗 公务人员年终考基的评定 都是依照考基法相关的规定 跟程序来办理 不可能有媒体报载 所谓民罪首席的 魏平就先定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外交部驳斥吃饼 陈楚传闻 而当时关系机场 淹水事件爆发后 不分青红皂白批判 最先给压力的 除了网络 还包含在野党 曾平中怎么讲 他说外交部要严厉 尊要责任 要严惩事实人员 中国的假新闻不可怕 内部有人吃饼爬外呼应的 这种人才可怕 一场风灾 折损一位优秀外交官员 政治口水先淹没理性 成了膝盖式反射 对事件的建设性 恐怕连吃饼都没资格 三大线的放火装会齐得不到 好 我们就要来看 其实康仁俊 仁俊哥他这个 就是说有人跟他讲 这是来自外交部内部的人的放话 那就说有这么一件事 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今年考基大阪办事处 所有人都要打平等 未来也会影响到相关的升迁 也不能够外派 那他在讲出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有特别强调说 外交部你听到了 那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出来 否认这一个相关的传言 他是希望说 这个可能不要再扩大 需要透过外交部来做一个澄清 那定委你自己理解到 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 仁俊是好意 他说外交部有人传这个消息 第一个 我觉得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基本上Google查证一下 就知道这个消息夸张到 假到很容易被证明 所以仁俊是好意 那外交部也否认了 但是放这个消息 你达到一个效果 信者恒信 不信者恒信 一个谣言可以散布的国度或社会 就是这个国度的人 都懒得去查证 别人阻绝过吐出来的东西 大家都愿意把它吃下去 这是一个恶心的事情 我先讲 你知道打饼有什么条件吗 大家Google一下 烤鸡列饼等的条件一栏表 要你看第一个 因故意犯罪受刑事 这个判定者 或者外患内乱者 连证者 也就是说或者你犯的错 让人家申请国家赔偿者 也就是或者连续矿值 连续四天 两日以上 未达四日的矿值 那也就是说 在打假等 乙等 其实也有一点客观的条件 但打饼等 是一个很严格的做法 所以打饼等呢 第一年打饼等 就要 可能考级奖金没有 要接受辅导 如果第二年再打饼等 就要降等 降一级 薪水也要降级 改续 第三年打饼等 不好意思 请你回家吃自己 这是饼等会造成的影响 所以因为它影响比较大 所以一般我们在公家机关 你去问一下 偶尔同事会轮流去当乙等 或菜鸟要分担乙等 或者真的很客观去打 我们有一定的比例要打乙等 你真的在你周遭旁边 听到被打饼等的很少 因为饼等要一个客观的法律 要件 不是我长官不喜欢你 你们关系大阪扮事数 我通通打饼等 放这句话的 要么就不是公务人员 要不然真的是居心不良 那谢谢任俊提醒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 消息的来源 到底为了什么 第二个 人数少到什么程度呢 你去查 全国现在公务员 统计起来27万到28万之间 一年打饼等的人数 大概是0.14%左右 百分之0.14%很少很少 一年被打饼等的 大概在240人 27、8万人里面 会被打到饼等的 矿值两天以上 犯罚 收贿 起诉 这些人被打饼等 一点都不冤枉 那240人上下 连续两年被打饼等的 你去打 用几率0.14乘以0.14 那个几率是万分之多少了 更光这不是几率 你今年被打饼等 明年不敢 第二个 今年被打饼等的人 明年还要再犯一样的错 很难被调走了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是一个假消息 这假消息跟着什么来的 从关西机场 中国的游览车 没有进到机场 然后去放说 有15辆游览车在里面 还有人说 我就坐在车上 他不是看到车就看到什么 然后呢 就有人说 没有啊 那至少他的车子 有在外面啊 自由行的客人 被载到外面去 就是自由走 团客 有团客的旅行社安排 有人用这一个点来检验说 那人家至少外面 有派15辆车 事实上 我们台湾的旅客的素质品质 比中国客好太多了 所以我们的 在处理消化上 当然也要接电话 也要处理 但是我平常讲 我们的总领事馆 主要的工作不在这里 更何况我们还没有官方地位 没有官方定位的原因 也要谢谢中国的打压嘛 所以这整个假新闻的 行硕概要是已经讲清楚了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假新闻要怎么处理 假消息要怎么处理 比方说某某电视台 某某新闻报纸 一报假消息 你就能罚200万吗 错 现在很有技巧 现在坊间一大堆 你听都没有听过的 某某新闻网 某某电子报 某某传媒 某传媒 写了一个谎言 然后主流媒体 在刻意去引述他 那谁犯错 我有确信 有确信可信之来源 我就没事了 社会超乱在这里 所以我问了国安局 国安局现在整合我们国内的情知系统 我们大概把它分几种 来源分成境内境外 来自境外的假新闻假消息 要怎么处理 第二个 行为是个人 还是团体组织性的 第三个是 他的意图 我只是分享一个觉得有趣的 像台南最近有一个假新闻 我含了 说 政府 在台南市上空要撒农药 然后请大家出门 要小心要戴帽子 然后呢 衣服不要晒在外面 不要烤肉哦 所以我们都是蔬菜水果吗 不然为什么要天空撒农药 大脑就算长在膝盖的 都知道这新闻有问题嘛 真的有人就分享 注意哦 不要跑出去哦 跑出去 天顶的落 落下去 不可能 那不可能还是有人去分享 那种个人的分享 导致的伤害 要怎么处理 这是一个样态 但是它是刻意制造 假消息 制造散播假消息 要骚乱社会 或攻击政府单位的时候 这个部分又是另外一个样态 最后一个就是 影响到个人的名誉 我鼓励每个被假消息 网络霸凌的人 应该要勇于 在告诉奶论罪上提告 这有点像me too me too的信骚扰 大家躲起来 算了 网络族 是利用网络生活的人 一个毁谤 一个散播谣言的人 他就是一个犯罪嫌疑犯 只是他利用的管道跟工具 叫网络 他没有自外法权 那如果说攻击到的是 国家跟社会治安的话 当然是属于国安的处理 定位你刚刚说到 个人的名誉 其实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管碧玲委员 因为他的女婿是 筑泰代表同证员的基要 那他们一起就是到了 派驻到了泰国 那管碧玲 他的女儿呢 去年就怀有身孕 要跟他一起到泰国 但是呢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有媒体就报道说 因为有外交部的人 来跟他们爆料 那说他的这个 要机票的升等 不能坐经济舱 要坐商务舱 这个假消息 这个假消息 假到什么程度呢 有个人爆料 保护消息来源 那你应该查证 就我了解 旺中集团这个记者 是有问过管委员 人家都告诉他 他也问过同证员 他也问了同证员 他报道的内容讲什么 第一个 这个硬要凹身等商务舱 第二个 第二个 这个年轻人薪水好高 15万 利用权势 结果你一查证 这一位所谓的管碧玲的女婿 是整个泰国 我们驻外单位薪水最低的 全管 他薪水最低 而且同大使有跟他印证说 这个他的薪水 按照我们现在外交部的规定 驻外人员的眷属 怀孕三个月以上 几个月以上 有一定的规定 他可以要求 本来就可以要求 更何况 人家根本没有要求 三次来回的机票 都是自费 一毛都没有花到外交部的钱 这是第二假 第三假就是 他现在讲的这些事情 访问了同大使 访问了当事人 都告诉他 没来没来的事情 然后他把这边都略掉 直接报导这样的事情 然后形塑的从 关西机场假新闻事件的 Part 2 开始在修理所谓的 绿营人员的 都用的这个 驻外人员的资源 这一切的假 要付出法律责任的 我真的觉得 如果法律在 或者当事人在大度量说 不要紧就完了 社会的纷扰 你变成共犯 玉慧 因为其实 管闭林伟他真的非常生气 他说你怎么可以 这样子假新闻 你杀不掉谢强 你好像之前这个攻击的火力 你就往那边去 现在你又这个擦边球 好像就是要攻击 就是谢系相关的 是不是 大家驻外都不行 然后这些相关规定 符合规定 也硬要被扭成这个 我可能也 因为不是他们派系中人 我没有办法 帮管委员来讲话 但我个人比较不看 是没有看待说 这是因为要攻击谢系 所以这个牵扯到 他可能是要针对 驻外人员也有可能 不是 我觉得这整个呢 全部都是他在 罗织的是对于民进党 那对于民进党呢 在驻外的人员上面 这一定有上下其手 过去呢 都是高风亮节的人 才可以去驻外 现在在民进党呢 就蛇鼠一窝 什么人都可以派出去 但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今天呢 我记得管仁建老师 他也有整理了 那同样是驻日代表当中 过去事实上在国民党 有派过很多 不按日语的 略通日语的 甚至于跟日本的关系 都完全没有军方的人 但是他们也可以去驻日 其实不只是台湾 在全世界各个国家 就以我们最熟悉的 美国来讲就好了 美国事实上 也曾经派驻过 非常多的大使 那他也是政治任命 也都派驻到大国 不过这些我觉得 其实都是有人蓄意去误导 包括刚才 任俊哥所提到的 整个大本办事处要打饼 或者是管委员的女儿 怀孕的 现在台湾少子化的议题 这么严重 有人愿意生小朋友 然后他不是说 跟着老公去泰国 他不是 他是因为已经 已经即将临盆 去代产 那所以到泰国去 有老公照顾他 所以他其实是来来回回的 三次他都是自费 那依照这外交人员的 相关规定当中 他其实是可以做商务舱的 但是他没有做商务舱 还自费 老实讲我这个觉得 我建议管委员 因为他的女儿已经成年了 或者是他的女婿 其实都应该要提告 对中天的 这个包括记者也好 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记者所做的事情 不叫媒体 对 你问了 也可以查证了 没有 不是这样的薪水 也都自费 可是为了配合一个 更大的黑手在上 糟蹋全台湾的外交人员 我们就7%政治任命 不到7% 马英九实习是10多个 早期的国民党更多 那美国有53% 在欧巴马第二任 53%是政治任用 也就是说 他刻意配合着 张亚中那一旁人的 某一个教授 苏老师 写的这个东西 然后你后面看到没有 一群人有主持性的作为 那我们是民主要 尊重你讲话的自由 但是当你写错了 而且是查证过后 告诉你 不是那么一回事 你还是硬要报 硬要写 那我觉得这回过头来 除了刚才NCC说 如果是以后假新闻的话 要罚200万 老实讲我觉得 以这个例子来看 罚200万其实是不够的 因为以这些的电视台来讲 电视台它之所以 新闻能够取信于大众 无非就是公正公正公正 就是真实真实真实 如果你的新闻 我在看到你的新闻 媒体当然是有一个 查证的义务 不过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是假新闻 还有一些相关的 中国的渗透样样来 包括有美国的学者 他就说 其实中国把台湾当作是 这样子一个试验场 就是从中间要找 民主的弱点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我们继续讨论 好 日前才刚刚扫过 港澳的这一个台风 山竹台风 它号称是地表最强的台风 那最近就在网路上 有一段画面是飞机在空中 被风吹到360度的旋转 那就号称说 这是在深圳的 这个保安机场里面拍到的 那这个影片 当然大家觉得嘖嘖撑起 所以赶快就传了出去 那现在这个影片 也被踢爆 根本就是假新闻 一架波音737飞机 先是在空中左腰又晃 接着又被风吹到 在空中360度旋转 还差点撞到地面 看起来非常吓人 影片中还伴随着 拍摄者不断的吼叫声 但接下来镜头一转 飞机竟然还能平安落地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这辈子我也不坐飞机了 快点快点 行吧 先走 快点快点 可以看到画面中 空服员正在全力疏散 机上的乘客 这架港龙737上 载的多是一群中国人 他们各个惊魂未定 一名网友把这段影片 铺上网声称拍摄地点 是在深圳的保安机场 影片铺上网至今 已经吸引了三百多万人观看 但现在被国外求证网站辟谣 这段影片根本就是假的 而且还假得相当离谱 一来前后影片的飞机 根本就不是同一架 而且一般客机也不可能 做出三百六十度旋转 质疑根本就是电脑后置特效 也提醒民众 千万不要悟性谣言 更别散布讯息 否则不止可能会对社会 造成相当沉重影响 还可能被处两百万人罚还 好 刚刚这个飞机会 三百六十度旋转的假新闻 大家看了都笑了 因为觉得实在是非常的扯 但是现在选举当头 包括连民调都有假的吗 来看在哪里 是在高雄的部分 那这个是由国民党的 这个韩国瑜的阵营 他是一个议员的参选人 那么这个也是市议员 许坤源他就说 我们有一份 对对对 他是之前的前议长 他说我们有一个民调 发现说韩国瑜 他其实是死亡交叉出现 所以他是赢陈其迈一趴的 他有这样一个民调的发布 那韩国瑜就说 没有人会怀疑 这个民调的公正性 但是最后被发现什么事 陈大初来用声明打脸 他说我们从头到尾 都没有这个民调 寇寇姐怎么看 就说现在这种假新闻的或是假民调已经成为一种 今年的选举的公式 那如果说最后发布假民调的人还胜利的话 那我想对于民主的发展来讲可能是一个并不好的范例 但是针对假民调要有一些反制的做法 我觉得也要有积极作为 后来当陈其迈的阵营发出这样的一个新闻之后 我还看到韩国瑜先生的阵营说 这个是亲律人士给的 那这也就是转移焦点 你知道吗 他讲的是说 陈大有没有这个民调 那不是说亲律人士给的 那如果是亲律人士给的 漫天谎言 也是真的吗 所以这个事情 平心而论其实对韩国瑜来讲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韩国瑜在高雄的这场选举当中 他这个深切知道自己如果要翻转胜利是很难的 但是很多人也都了解 韩国瑜打一场带动这个媒体的空战 而且呢他想要把就是国民党在高雄 选输的那个选票的数字 他想要把它缩减 然后变成可能将来可以这个形容为是 近几年来输得最少的一次 如果他是打这个选战的话 那他就应该打一个正派的选战 而不是一个假民调的选战 而且也不是一个硬拗的选战 我倒是认为如果我是韩国瑜阵营的话 那我可能会去了解这个 这位这个许先生 许昆元先生 许昆元先生 他为什么会发布这个民调 然后如果真的有错误的话 今天你出来公开道歉 搞不好你选票还会增加 对民进党的候选人 陈其脉还是有压力的 那这一切都在于说 这种操纵的手法 或是这种已经到了乖离的 民调的手法 其实对一般的选民来讲 已经失去效用 因为通常会看民调的人 大概都是中产阶级以上 通常都是接受过一些教育的人 是吗 是知识分子 那知识分子对于数字这个东西 他有一个信仰 就是数字必须是有科学根据的 如果今天只是轻率人士给了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可以说是民调的话 那我甚至认为成功大学都应该去提告了 人家成功大学没有做这个民调啊 那你说成功大学有这个民调 那你又说是轻率人士给的 那轻率人士是谁呢 把这个轻率人士抓出来啊 所以就要像这个关系机场的这个问题一样啊 就是IP是谁啊 就是源头是谁把他抓出来啊 那不能这样一不了了之 请问那个轻率人士是谁 你把那个轻率人士找出来 如果真有这种轻率人士 轻率人士要接受大家的公开的评论 评议跟检验嘛 那至于这个我们哪所受到的这个假新闻的攻击 这个从川普选举通俄门以及俄国 他干预很多国家的这个内政跟选举的事件之后 我们发现中国当局他们学习能力非常强啊 那他已经把台湾当成是敌国 放送假新闻就像放送毒气一样 他其实就有点铺天盖地 就是用毒气的方式来攻打你攻击你 那我们在网络上 我相信国安国防部的治安单位 行政院的治安单位 国安单位的治安单位 对于每一个消息来自于 IP是来自于不友善的地方 那他应该有一个过滤跟监控系统 你说从源头把它接一样是不是 这应该很简单的嘛 那为什么台湾当局的这个 有一些人就算做任何的内容农场 都没有办法出现在中国呢 当然我不是说要 这个跟言论管制没有关系 这个等于边防管制啊 我们这个国家这个 海岸线都还要有安全上的防卫了 这已经到了是敌国的这个 入侵的这个问题 至于NCC 虽然他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 这个惩治或是致命的效果 但是至少他有威吓的效果吧 那我今天早上也请教了NCC的当局啊 他们说这个按照广电法啦 现在就有这个规定 不过NCC的有一些高层官员就跟我说 他觉得他觉得政府单位的强硬的态度 就是政府单位还是很重要的 那这次事件 我我我从这个网络谣言的事件 从最严重大家意识到是从农委会的那个 香蕉事件嘛 那那次这个对凤梨啊在中国大陆这个被被抛弃了 然后就当成是我们的之后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或是我们一般的人士 大家还是有点掉以轻心 没有给非常非常强硬的这个回应 那国防部对于这个云豹装甲车上说有两个人在讲 他们车上有子弹这件事 处理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 他当天几乎时差很少的情况之下就已经回击 而且说要提告 这个事情就就结束 没有人再敢再敢把这个当成攻击 这个当现在的政府或是攻击执政者的工具 那至于其他的部会 我觉得我甚至于觉得这次外交部面对苏宏达教授 外交部长的吴钊燮先生太过温文儒雅 你用那么多的字去跟他这个跟他纠缠不修干嘛 写那么长干嘛 要我就说你说谎你假冒身份 你不诚实请你道歉 就好了 结果还跟他在那边玩这个文字游戏 那你外交部不知道他是不是现任官员吗 他确实是跟苏启成是同一届外交领事人员特考进去 他特考进去他受了训受多少 到现在苏宏达我们昨天问他 这个第一时间他不回应 第二时间他居然你知道苏宏达的答复让我最生气的事 他回你了 他有回我 他回的是说他被大家疯狂的转传 他觉得很骄傲 没有他不是在直播吗 对他他居然 就是说你用假身份 你用冒牌的外交官的身份 内容也违反外交的尝试 那是你教授这个博士很丢人嘛 你丢你巴黎大学的这个国际关系博士学位的这个脸 那这件事情本身你不是个外交官 你还说我同为职业外交官等等 假冒身份他不回应 然后最后还说很多人在转传 笑死人呢 毒气核子弹也有人在转传 恐怖分子也有很多人在转传 不过我们回头来讲这个民调的部分 所以我认为啊 吴庄谢部长在重理这件事情上面 太过于这个文雅了 将来的部会啊 这个碰到这些问题 要有一定的SOP 一定的SOP就是抓到证据 就要追讨到底 就要把事情说清楚到底 不能够用公务员的方式来对待 打架也要动起来 那世维哥请教 因为呢 我们刚刚在聊说民调的问题 民调说有机构效应就算了 民调说有问题的问法 怎么问呢 会影响到结果就算了 但现在没想到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今天韩国瑜这个民调 这个陈大已经出来打脸了 但没想到说 党主席吴敦英还说 你看这个非常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还这样洋洋得意 我们常常讲说 选前各家的一个民调 我们都做参考 因为真正能够决定胜负的是 开票出来的结果 所以说你看到 过去我们以往 我们在这一个民调 可能在选前 前一天都还可以公布 但是因为有一些候选人 深受民调所累 所以说我们把这一个 正式的一个竞选期间 你不能公布民调 要不然要怎么样做法则 这就是循序建议 怎么样做规范 你说好 今天这个许议长 他可能讲说 有他的一个消息来源 但是人家成功大学 讲说我没有做这份民调 那到底是 像刚刚听会儿 讲说是不是成功大学的 一些某些的师生 他们自己内部 不不不是 就算那个 陈大没有民调中心 对对对 我必须要讲 我读官员学院的 我官员 陈大没有 你吴敦义引述错误 就道歉就好了 就算那几个老师 组的所谓的统计的 相关的中心 从来也没有委托 去调查 高雄市长的民调 完全没有 没有接受委托 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就是 你引述的是 谎言 你现在就要看 现在说 大家参考就好了 许医长 许医长 他讲的 出处的来源是怎么样的 他必须要为他的言论负责 那你今天讲说 昨天也有 这个媒体所公布的 高雄的一个民调 说差四% 那你如果这样讲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 民调如果真正一份 做出来 1068 或者是有的 八九百 但是他可参考的一个数据 有多少 你赶快来 你包括新北的部分 也有人讲说 做了差 差的时候 差120% 有的人也做中差 只有差一两% 你说要怎么样去做认定 所以说我想说 以民调的一个部分 大家做参考 因为在选举过程当中 大家都会儿语我诈 就如同贵 你刚刚所说的 会有机构的效应 那你同样的 这是许医长说的 那你说 任俊刚刚讲的 这一则的一个讯息 任俊讲的 他是讲说 外交部曾经有人放话 你说会不会打平等 外交部今天也出来否认 那照刚刚定义委员讲的 打平等 真的我们认知 也不太可能 你如果说 靠近 如果讲说 这一年 已等的 也说要分配 有时候 大家会照论理 但是你说 真的要打平等 有没有可能 不太可能 但是有没有人 讲差话 他第一时间 在说气味 然后再放话 有没有 搞不好有 人家任俊也讲 我欢迎你外交部 出来做否认 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他否认了 但是我们要讲说 没有这回事 不会做这种事情 但是有没有人 去讲这种事情 有的人去说 他到底要怎么回应 今天打电话给他 消失找不到人 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份高雄的民调 韩国瑜赢成其卖一个percent 那这个最早放出消息的就是 现任议员许坤源 那他呢 今天没有接电话 那服务处的幕僚就替他解释说 他的消息来源是轻率的友人 那现在也觉得说 对陈大感到抱歉了 所以就打了一通电话去说 不好意思啦 但是呢 其实我们来看 这个现场是从什么时候讲出来的 因为许坤源呢 他是在前天的时候 在国民党凤山市议员参选的一个造势场合里面 他就透露说 我们现在有领先 但是呢 领先一个percent 但是两边的数字到底具体是什么 他也没有说 所以呢 大家觉得这份民调蛮特别的 也议论纷纷 杨老师你怎么看 怎么会有一个这个民调 但是做出来跟大家理解中不同 再加上呢 陈大也已经声明说 我们就没有做这份民调 你这个民调怎么来的 这是本来 这个许坤源前议长 其实是在一个自己聚会的场合 等于自己人 他为了要让大家鼓起那个热情 就随便掰一个民调 居然套上陈大的名义 我的了解好像陈大根本 第一时间根本没有人要出来否认 因为跟他没关系 因为一个人是主角嘛 讲成陈大的时候 谁也不知道陈大 不知道谁还要去回应嘛 对啊 不知道谁要回应 也不知道陈大谁有做 某假的老师 他也没讲出来啊 不会知道 一谋一老师嘛 那可是好像有 有其他大学的老师去 去查证 也提醒说 这个对陈大整体的声誉 可能有影响 万一结果 跟你现在公布的民调差别太大 然后陈大就有一个调查中心 当然他是统计调查中心了 他根本不是做主要做接受委托 做民调的单位 他根本不是接受委托单位 那就觉得应该出来澄清 果然 因为这件事情本来韩国瑜没有加码 也可能不会那么严重 就他随便讲讲 反正也为了鼓舞士气 在那个台上讲 说陈大做民调 我们赢黄金交杂赢一巴 结果韩国瑜第二天还加码说 应该没有人质疑这个民调 因为这是公正的 的确啊 如果是陈大 陈大背景 当然就没有栏 没有绿 学术单位 当然就质疑上 会打很大的折扣嘛 就没有人会质疑 陈大如果自己做 应该有据公信力 尤其他南部的单位 结果没想到 这句话也被打脸了 陈大根本连做都没有做 民调做都没有做 居然可以有结果 所以这些都是 我就觉得 选民会厌恶的一个行为 这个是自伤的 这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选民会厌恶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是 他真的有做民调 刚刚陈大那个是 没有做民调 那今天呢 其实有人在这个脸书上面 你可以看到 有另外一个 这个单位呢 我来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个单位是 跑跳了 对 这个单位其实是竞争力 是不是台湾竞争力 他们所做的一个民调 那这个民调呢 竟然 他第一次发出来的 采访通知的时候 他是有用简体字 那讲到台湾的 这个环境很不好啦 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啦 有空污啦 有一大堆的这个问题 结果这个 他可能还来不及 简转烦 然后这个采访通知 就发出来了 所以现在的民调 老实讲 我觉得就跟假新闻一样 那有的民调是 这个学校 就像刚才一样 陈大是做都没有做的 那有的呢 在民调做出来 做出来的这个 这个结果是为什么 是为了要遂行 做某一些民调 后面的这个政治的目的 我觉得变成 新闻 它的公信力 也受到影响 民调 它本来是一个参考的工具 其实民调没有罪恶 那但是民调 现在也变成是一种 政治斗争的工具 我觉得这对台湾来讲 我们现在看所有的消息 几乎都像智力测验一样 我们都必须要先考考自己 看这个是不是合乎常理 来 定一委员 我民调是什么 民调是一个 我因为没办法 知道全部的真实 全部真实就投票 所以我用取样的科学方法 去探求 目前的支持者的态度 这叫民调 所以民调是要反映真实 可是如果民调离 离这个事实太远的时候 在摧毁的是我们社会上资讯取得的管道 比方说我做完民调 跟高雄市民听到大家都哈哈大笑 那这民调就很假 所以刚才讲的某某竞争力 那一个单位曾经做过台湾近八成的人 都自认是中国人 我刚才看到那个民调结果就知道 这个单位呢 这个非常的辛苦 他调得很辛苦 那所以他其他的民调公信力就毁掉了 可是这一次许昆源 吴敦毅 跟韩国瑜做的事情 跟那个不太一样 人家好歹 花几张A4的纸印点东西吧 花几通电话费打一下吧 弄个问相吧 假算跑啊 看看误差值是几个 Sigma算一下吧 好该算算一下 这个民调是根本没有做 根本不存在 就引述成大 我说今天赫鸽仔 天公伯有保比 他讲成大 他都会讲说 某国立大学做的民调 我们现在赢一趴了 你还真的不晓得怎么查证 你真的不知道找谁算账 也不会有人出来 也没有人出来说不是我 他讲成大 那成大确实没有做 也没有做过任何这样的文件 那韩国瑜一个身为 要选六都市长候选人 这个民调没有人挑战 没有问题 怎么还有脸皮选下去 要不要道个歉 我觉得我们台湾现在缺的 不是硬拗的能力 是这个东西不对了 许昆元议长给我的资料 我现在听到成大说明 这资料不对 那这民调以后大家不要相信了 你从此以后 你的公信力提高多少 不是 这个民调没人敢挑战 然后当到主席 做过行政院长 做过高雄市长的人 也跟着这个脉络 去讲这样的话 然后这个都在选举上 叫做imprint的过程 叫做塑型的过程 我不管你相不相当这些数字 我就拼命丢 丢久了 大家讨论久了 就听到一个好像差不多了 好像年轻人都在谁那里 好像谁一路领先 好像谁要被弃保 不断丢出这样子的 真真假假的数字 每天都讨论 你就在一个印象 最后呢 越听人 已经搞不清楚 我的讯息从哪里来的 我就imprint 我就映入了这个印象 他们在玩的是这个 愚弄社会的把戏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回到一个最根本 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明确证明为假 这不容易 现在这个社会 你明明知道 他现在要把你推成说 我这是从侵律人士 谁嘛 谁嘛 那个这个名 你收账还有收账罪 就算你 人家卖给你这个账户 说那是我家的 收账罪还是成立 这件事情 就已经证明为假 而在这么多假新闻里面 要证明为假 其实不容易 因为都真真假假 至少要道歉 否则选霸法的意图 神不当选 我都建议各候选人 正宜应该要提出来 因为有参选的人 都有权利 甚至选民都要求 第二个是 像管碧琳 女婿这个事情 你有做平衡的形式 却没有报导真实的内容 很多新闻的报导 爆料者指出 某绿营高层 有人说某绿营高层 说不是谢长廷的错 是大阪办事 关系办事处的错 那个某绿营高层是谁 从来没有人知道 从此以后 那些都绿营说 骂绿营的引述某绿营 骂蓝营的引述某蓝营 搞了半天背后 都是红营的人在玩 所以媒体自律这一块 这种匿名的爆料 怎么样确认为真 我去看这个美国一个 当时的报导 他们一个新闻的舆论战 要确认一个爆料者 要弄到总编辑 确认这个身份为真 我写的时候可以写爆料者 我写的时候可以写某高层 但是确认这个消息管道来源 要有一定的自我检查 那才叫媒体 那才叫让人家敬重的新闻媒体人 今天不是 我在火车站听到一个阿伯跟我说 我在淡水听到一个阿嬷跟我说 那就可以变成一个新闻 这一点自律如果做不到 我们媒体报导出来的新闻的分量 会越来越轻 这不是这几十年来这么多人牺牲 要累积媒体的重量 法律当然要做 他律也要做 行政管理也要做 扣扣姐刚刚说 源头去做一个切断 有没有可能 国安局 我不能说我们这边 对这个讯息农场 要做什么处置 我只能说我们有能力 去做处理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有能力 去掌握这些管道来源 现在是境外丢进来之后 境内有人 透过境内把你散播出去 你切断了那个IP 他用email寄给国内的某某人 他用具性可靠的来源 具某某人说 他把他丢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全民的赞 是防不胜防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